看到我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背心 就是到今天军方又有演练了 今天是飞弹精准射击的演练的一部分 今天包括像是天空啊 或者是爱国者等等都有飞上天空 我们今天就在现场直接直击 这个飞弹升空的过程 可以近距离听到它这个声光效果 以及飞弹的尾烟 其实就在近距离看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了 而除此之外呢 今天的飞弹的演练呢 其实就好像是一个射击的比赛 军方会首先呢先把一个标靶丢出去 接着呢就由各官兵自行来瞄准来进行射击 我们听一下现场营长他们的最新说法 爱国者部队全天候及时的作战能力 并且展现我官兵平时情绪经验的结果 藉由实战化射击下 在国人面前展现我爱国者优秀的机动能力 以及坚守领空安全 并且在这里告诉大家 当飞弹划破长空 集中目标时 这都有赖于全体的官兵弟兄 平时情绪经验的结果 我们秉持平时多训练 暂时少流血的原则 持续守卫台领空 今天呢这个飞弹的演练呢 会先从这个飞弹把这个标靶丢出去之后呢 各单位采独立作战的方式进行 也就是呢标靶一旦进入各作战单位的这个执掌区域的时候呢 各单位就要马上来进行 敌我便是接着进行这个射击的动作 而接下来呢 这个国防部长顾立雄也会到这个酒棚基地 这边来亲自视察官兵 又来检视一下官兵辛苦训练的战训成功